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挺能撩的 中央空调对谁都好 可能还有点不要脸 这不就是你吗 你呢 我昨天要弄结婚的事 又来伊合出差 要不是你找我 我今天连点饱饭都吃不上 那你就多吃点 不够继续点啊 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那你准备说个事 我不准备让你和孙岩 当我的伴郎 什么意思啊 对我有意见啊 你跟你和孙岩都有意见 你想到时候我结婚 你 孙岩 我 咱们三个人 还以为你们两个人 是过来请我抢新娘呢 你瞧那点小心思 二男子 你最近电话联系给别人问我少了 最近都不联系我 你干吗呢 你跟你忙什么呢 还能忙啥 忙不够做呗 你最近好准备给我提 你有好感的一个姑娘吗 提提呗 就那样呗 没啥好提 你别不提啊 你跟我说说 我太好提了 我求你了 你什么联系啊 小姑娘 年纪有点小 你不认识 小 小怎么了 那只要不是未成年 但凡成年了 你要还不追 那我就看不起 话也不是这么说 多少还是会有点罪恶感的 罪恶感 那你就不怕小姑娘到时候给别人跑啊 那不是挺正常的吗 只要她能找个对她好的 我挺开心的 那你要这么说 你小姑娘有喜欢的人了 嗯 小姑娘挺厉害啊 居然连你都看不上 雅小雪 没事啊 你跟我说她喜欢什么类型呢 我帮你分析分析 帮你处置主意 说 就是 这男的吧 挺能撩的 中央空调对谁都好 可能还有点不要脸 这不就是你吗 你在骂我呢 不是 你想有没有这种可能 她说的人这个人就是你 不可能 我见过那个男的 长得确实还挺符合这个形象 挺能撩 小混蛋一个 也不一定吧 哎 你看 这个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那就是有点口是心非的 我上大学给别人当备胎那会儿 就 就万语系那个万灵 那她分手的时候过来就找我 在复合的时候就过来跟我说 啊 千飞 你喜欢什么类型呀 我帮你介绍介绍 当时我看着她我能怎么说呀 我只好按着她的样子编了一个 你按照她的类型编了一个 可能性不大 嗯 但也有可能 是吗 我跟你说 我跟你发誓 我这辈子没见过几个男的 比你更像这个人 不然张开 她喜欢的人 是我 先生 你看要点些什么 这是 哦 好的 好 喝这个 嗯 好 马上 你会在乎我 先让我来 你会在乎我 请兴趣的 提到乎我 你会在乎我 你会去说我 你会在乎我 我感觉得到乎我 你啊 你会在乎我 你跟我说